这是他们第一天下班的一个实路 多么美好的青春啊 能够发现所有的这种疲惫也好 这种一天过后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好 然后不管你是有妈妈在等着 还是自己一个小屋也好 挤地铁也好 打车也好 下着雨的上海 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八个年轻人 在人流当中 几次谁也看不见谁 但是能看见自己 能看见明天的路 多好 那种感受 又有一些感触 但是与此同时呢 又有一些期待 好久没有年轻过了 刚才有一刻其实真的很纠结 就是我觉得一轩真的好可爱 我走你走 而且她说的是 我问你一句 是那种特别幽怨的表情 我问你一句 我走你走不走 哈哈哈哈 真的在老板都没走之前提前离开那个办公室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压力会很大的 对 很恐怖 尤其是还有 如果这八个一起走就还好 当还有人在加班的时候 当时我还记得我在法院实习的时候 你想那是九七年 他这个下班的时间是非常固定 因为你要坐班车 班车是不等人的 对 你不可能是加班啊 或者说超过下班时间太久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那个点 你就几个十一生就开始等班车 就等着 然后聊聊天什么的 就一到点 搬车一发 就下班了 我觉得史律师还有一个方式 有可能 我也可能过分解读 他放一批人走 就是让那些还没教的 还没教的 对 赶紧教 对 自己看着办 当有人提前交卷 之后 你一定会更有压力的 你就会更快写 对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老板呢 我是希望员工早回家的 因为你早回家休息好了 你第二天能更好的工作 更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大家早回家 证明今天的效率到了 如果一堆人全在加班 那今天大腿都在干什么呀 除非真的是特别重大的项目 或者是重要的任务之前 否则如果日常工作 天天加班 对于老板来讲 很闹心的一个事 加班这个事情的节点 应该是你的工作完成没有 而不是谁走没有走 要不然那样都是 彼此的互相消耗 其实是 对 就没必要 然后虽然我们不主张加班 但是像这个小敬业的 他真的很敬业 他真的是 他真的很敬业 他最后坚持着留下来 写到九点多 就是要 他要完成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交代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工作态度的 我既完成老板的要求 按时间 但我如果自己不满意 我还是会去争取 你可不更好 主要是那个 无限权益的合伙人 还可能 时刻关注着无限权益 你的焦点很准确